做烧烤里的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油芹小嫩牛就非常的不错 肉质鲜嫩爽滑 咸香融合香嫩的味道瞬间刺激你的味道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底38秒教会你学会的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新鲜的牛脂盖肉 清洗感觉到顶刀切片 这个牛肉片了别切太厚了稍稍薄一点 切好的牛肉放入碗中加入葱姜洋葱丝 200克的牛肉加入一克的小苏打 小苏打里用水把它稀释开了放在牛肉里面 中味鲜汁加入8克排骨酱加入6克 鸡粉白糖味银哥加入3克 烧个小料加入6克 鸡蛋鞋加入半个在里面 生粉加入10克在里面 用双手轻轻的拍打 使其这个水分和酱汁完全被牛肉吸收 接下来用扁鸽就把它穿起来穿好如饰品之间就可以了 锅中烧油 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烧至145度左右 这个油温不要太高了 太高的牛肉下去变老了 影响起口感 如饰品之间把它牛肉放入锅中快速的翻转 使其这个牛肉完全变色即可 吃这个牛肉配上这个蘸料就可以了 就这牛肉你吃去把小味老毙了 想学烧烤别人的话关注老里就得了 糟差点 inconvenience 好